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EMPUS的休仔工房 周中很多欧洲赛 今晚会和大家聊聊欧联的赛事 继续是曼联主场对着加拉塔沙雷 刚刚那场英超,我和不少球迷都一样 对曼联的表现有点失望 主场输给瑞征公 那场球,当然球队有双兵 有些球员纪律问题用不到 其实对对都有,撇开这些情况之下 我感觉到球队方面 开始表现都挺肯去做的 但感觉上有点无所适从 特别是我觉得坦夏的战术用得更复杂 人士不需要太复杂 替光安拉伯就在左闸 进攻的时候就会打中长中 他想曼职多点在左边和这边的滑书幅去夹 但是卡斯米勒和布努奥菲兰迪斯的角色 的定位就不太清晰 发挥不了他们真正的威力 左边又说舒服 他又不是经常下底线 所以他很依靠側击的话 右边达洛志上半场就不太想 没有什么过滑那些 所以令到曼联哥进攻是比较单调的 现在看到球场 入上面 有时候球员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有些感觉有心无力 至于换人方面 我觉得也有些奇怪 坦夏去到比赛尾段 好吃的了 才换哈里麦加瓦 他又不是打中锋 打完中坚 他都换成没什么怎么用的运迪比 这么骯的时间 这样换人我都不太明白 当然现在压力就在坦夏身上了 至于对手加拉塔沙雷 在第一场欧联的赛事 去主场2比2和 这场球作客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主动 阵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球员 例如赌国的沙夏 赤路士的施耶帅 热刺的达文山齐士 另外有巴黎聖耳门的前锋伊卡迪 乌拉龟各脚 我个人都挺喜欢的 打过阿仙奴的杜利拉 这些都是很有质素和个人的能力 不过他们又令人失望 这场主场只能够和了哥本哈根 曼联第一场球虽然作客 输给白人4比3 但其实比数好像很近 但那场球的表现 其实分野都挺大的 幸好曼联周中的联赛杯对水晶宫 刚刚的英超对水晶宫 这场的欧联 还有接着 对着宾福特的英超 连续四场都是主场 对于曼联来说 这方面是有些优势 但是是不是可以谈得上很稳定呢 因为现在都不敢说 我承认曼联内部 内部的情况都会挺复杂 军心不是那么稳定 加上对于领队坦下的自军 领军的能力 都有很多的问号 所以这场球 曼联对加拉塔沙雷 我觉得曼联的后防 也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下 这场球有机会 入球比较多些 曼联估计是好一点 是不是很稳定呢 是不是真的很轻松赢得 也不敢说 但是入球会多的 我相信加拉塔沙雷 憑着个人质素 可以在曼联身上 拿到入球 至于曼联希望 再一次在主场 能够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反弹 职坦榜上 在欧联两队球 都很想能够打开今架的胜利之门 预计打法来说 是比较主动一点的 希望今晚大家可以看一场的好球 邱联也多谢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 安播体育传媒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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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